在本港除夕夜有33萬人 在維港兩岸看倒數煙花表演 迎接2009年的來臨 歐智良報道 燦爛的煙火宣布2009年正式來臨 文化中心一帶的海旁都會人山人海 踏入2009年市民都非常之興奮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什麼混亂都走了 雖然天氣比較冷 但一點也阻止市民外出倒數的疫情 在文化中心這裡就有大批市民倒數 他們都希望2009年香港可以好過去年 隨著人潮山去 地上剩下不少垃圾 清潔工人都忙於清理 一個又一個的垃圾箱都裝滿垃圾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也有慶祝活動 大批市民倒數迎接2009年 市民的新年願望 都是希望香港的經濟能夠盡快復甦 最重要是人人都有工作 亞洲電視記者歐智良報道 而全球多個地方都有慶祝活動 迎接2009年 在新一年 最多人希望身體健康和經濟快點復甦 大家好 娛樂命報道 位於南半球的新西蘭率先迎接2009年 最大城市奧克蘭有煙火會演 在澳洲適離 150萬人氣勢離港兩旁倒數 璀璨奪木的煙花照耀夜空 今年的煙花經過特別設計 有閃電 雷聲和落雨的效果 規模比去年更加大 台北亦有跨年倒數碼會 在著名地標101大樓 有大型的煙火表演 泰國亦有煙花會演 還可以暫時忘記不穩定的政局 內地多個地方就在進入元旦的一刻 舉行名中儀式 迎接新年的地霖 在北京 一批奧運會自願人士 和名人一起敲起北京中林的鼓蹤 在日本東京 民眾聚集在市中心一起倒數 踏入2009年 幾千個氣球一起升到半空 而大約2萬人就去到一間神社參拜 震雷敲起108次鐘聲 慰傷中洗敵心靈 他們都希望身體健康 2009年經濟會轉好 亞洲電視記者 娛樂明報導